请回到订单 我们这个订单日期 如何分类出来月份呢 怎么做这件事 发出游标移到整个资料表的最右边 然后接下来 这一格我会希望出现的是几月 那订单日期是几月 我就出现几月 首先点选等于 然后输入函数 月的函数就是mon 我要去做查找 这个订单日期发生在几月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输入mon 接下来用tip就可以把这个函数放进去 而且它会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 它就会传回月份 接下来点tip键 它就把这个函数完整的名称带进去 包含打了一个准花弧 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要去放一个 时间 拉到最左边 建议各位这样子选 滑鼠游标选到这个订单日期上面一点点 但不是c c的下面 这代表你只有选到订单日期里面的所有资料 不包含那些空白 它就从这个是第一个资料第二个资料 好我可以拉下来给你看最后面它很容易的就选到这一栏的所有资料 如果你选这个 它变成这个样子 它所代表就是订单日期里面的所有每一格 好 接下来完成了嘛 我们就打右瓜弧 然后enter 它把每一格都算完了 请把这个栏位名称改成月份 我要请你们先动手坐到这边